我们接下来讲糖 种植养经济风生水起 甘蔗的产销关系也因此被重构 在美洲生产加欧洲销售的模式 使甘蔗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商品 很多种植养主靠砂糖盆满钵满后 带着孩子和财富回到欧洲 过上堪与国王比肩的生命生活 但更重要的是 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各国政府来说 可以借糖贸易 批准垄断权 并可以重税 这意味着 这糖不仅是心理上的慰藉和愉悦 还是世界商业流通的白金 是殖民竞赛和军备竞争财富的摇钱树 一定程度上谁掌控了糖 谁就掌控了定夺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权利 在机械化发展水平不足的年代 产量的提升只有两种方式 一是继续依靠压榨奴隶劳动力 二是掠夺更多的土地增加种植面积 前者已经接近饱和 无数市田力量开始向后招崩荒 16世纪时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拥有最为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国 他们占领的殖民地都超过了1000万平方公里 但此时的英国和法国等地却始终落后一步 1522年 在亚素尔群岛 从美洲返回的西班牙商船 被六艘法国海盗船打劫 两船珠宝一船蔗藤 被技术截火 而此次行动的幕后操盘者 实则就是法国国王 随后 西班牙人曾寄希望于联合英国来恶制法国 然而英国不成之心也昭然若间 势头远比法国更加凶猛 1558年 伊丽莎百一世继位 西班牙人的15年里 每年都会有100到200艘撕裂舰 出现在大西洋上 劫略来往运输浙唐的商船 1585年 英西战争吹响号角 在九年征战的时间里 英国的海盗从西班牙船只上 共计抢走了约十几万英镑的浙唐 而当时英国财富总额 仅仅为1700万英镑左右 1594年 英国终于彻底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 此后英军的海上劫略力量 日渐猖狂 后来英河战争 更是借于各国征战的胜利 迅速将海上霸主了头衔 彻底收入了囊中 其殖民地遍布全球的各个京都县 日渐落帝国的名头随即叫响 在欧洲各国海洋斗争中 能种甘蔗的地方 必定能令所有国家首脑垂涎欲滴 法国在中美洲有一片群岛产唐 欧洲七年战争后 他宁愿把加拿大赔给英国 得了保住这片群岛 甘蔗和唐开始成为殖民权力结构的一个缩影 1624年 加勒比的巴巴多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到1640年3月 英国殖民亚在这里适中的第一批甘蔗获得风筹 被杀菲过程长官后 翻译给澳洲 最初在巴巴多斯 种植甘蔗英国人德拉克斯 正能以此获得南国特首 1640年以后 在仅有430平方公里的 英属巴巴巴多斯岛上 进入900多个甘蔗中植原 到18世纪末 这堂贸易出口在英国 只出口额的60% 利用率超过50% 年纠获利近200万英镑 这里还要简单补充一下 当时美洲并非殖民者觊觎的唯一路线 在东方的殖民过程中 西班牙与荷兰 还曾先后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和当地的华人唐商 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冲突 1542年 一艘葡萄牙船 在去往日本的航图中 发现一座地图上不存在的岛屿 这是欧洲人首次见到中国台湾的 1622年 荷兰驻巴达维亚城总督科恩 组建了一支15艘船组成的舰队 想要袭击当时属于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 但在葡萄牙人的抵抗下 荷兰人被迫从澳门撤离 前往澎湖铸城巨首 一年后 澎湖被清政府收复 荷兰人被驱逐到了中国台湾南部的大园 随后将那里作为其主要的贸易据点 开展亚洲贸易 在此期间 荷兰人为了得到赵糖供应 甚至采取了各种强制手段 如鼓励大家种植资糖 引用农民开垦甘蔗原 并在福建广东收购赵糖 通过台湾转运到其他市场等 到1650年 荷兰人在全世界出口赵糖达到4000吨 获利30万荷兰 而中国台湾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 最为重要的赵糖供应地 但随着郑成功收复宝岛台湾 荷兰东印度公司也结束了在中国的经营 说回欧洲与美洲的这条航线 随着世界塘料出口国 从早期地中海地区到西普两国 再到英国的转变 世界贸易格局在不停地更迭 在1660年之后 英国进口的蔗糖 已经超出到进口的其他殖民地产品的总和 产量的大幅提升 将糖推下了奢侈品的神糖 在1630年到1680年间 在英国糖的零售价降低了一半 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后 平民不断向工业城市聚集讨生活 由于喝不上牛奶 吃不上热饭 价格低廉的蔗糖 开始成为他们一日三餐必备的调味品 有时蔗糖甚至取代了新鲜的肉 成为了工人们 应付每天超过14小时工厂劳作的口粮 18世纪的英国社会感染家汉维 曾经将英国自上而下试糖的场景 描述为这是技工和劳动阶级 向贵族模仿 英国的整个社会都发出堕落的味道 他写道 如果是喝一杯冷啤酒 至少还能给穷人一点饱的感觉 但一杯加糖的茶 只能产生温暖的幻觉 从1663年到1775年 英国糖消费增长了将近20倍 到1900年 糖已经进入了每一个英国工人家庭 在英国人的日常饮食中 提供了近五分之一的廉价卡路里 并且糖产量提升大人的甜头 令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 形成一种习惯 即通过机器制造 加大产量 在流水线上 生产千篇一律的便宜货 而作为工业制品 糖要被运输至世界各地 买下更多的奴隶 投资更多的种植原 当英国垄断了大部分 甘蔗种植原的运作时 当时的死对头反国 为了摆脱对这场贸易的依赖 不得不开发其他的甜味来源 1747年3月3日 普鲁士化人家马格拉夫 在甜菜中发现了这糖 后来他的学生阿尔哈德 根据老师的技术 培育出了更好的甜菜品种 在普鲁士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座甜菜工厂 从此人类摆脱了 只靠甘蔗制糖的局面 法国大革命开始不久 反法联盟 封锁了法国的海外贸易 食堂立即告急 当权的拿破仑 1811年 立即下令开办甜菜学校 强迫农民种植甜菜 同样确拔殖民地的俄国 还曾派遣社团前往学习 30年的时间里 就500多座甜菜厂 在欧洲生产 当时 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产糖 抢占了大部分欧洲市场 使英国甘蔗糖 出了垄断地位 但甜菜的出现 瓦解了英国这种优势 这日新迈入工业革命的国家 挑战老台殖民强国的缩影 同时 工业革命 也对奴隶制度发出了战书 早在1764年4月 英国国会通过了新的糖水法 对外国糖的磕水 降低了一半 但当时 税务人员 从大英帝国其他地区抽到尔兰 他们可从征集到的数款中 取得佣金 作为自己的收入 这很快引起了殖民者 对新的税收体制要不满 这也是美国 独立战争爆发的导口所之一 1776年 北美13个殖民地宣布独立 英国人不得不放弃 继续向美洲翻译奴隶的政策 随后 1790到1803年的 海地黑奴起义 极大的振动整个世界地 再次敲响了 外美殖民地奴隶 反对殖民同志的进攻 美国第一任副总统 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 在1775年写道 这场问题是导致 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因素 很多大事件 都是由小因素导致的 于此物时 西班囚的废奴运动 也从此开始 1791到1792年 英国主张废出奴隶贩卖的人 在国会里 强推了特别一案 以告失败 于是他们改嫌一折 宿主新的策略 1791年 一本揭露唐业苦难的小册子 在英国卖出了40万册 同时 在一幅1792年的漫画里 乔治三世 文后和文卫不守规矩的公主 正好要喝梅加糖的茶 女儿分别表现出 一副鄙夷的表情 焦虑的父母 则哄着他们 想用这个提神饮料 文后求女儿们喝苦茶 想想 这样能省下那些黑奴多少血汗 对仇派人士 正是利用这些手册 与漫画 来向民众宣导一件事 那就是使用来自 新印度群岛的产品 就等于犯下了杀人罪行 吃糖的人 就是奴隶制度的罪魁祸首 18世纪 英国最具授名的社会活动家 也是一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 劳威尔·莱盖茨 发出汉人护喉 每吃一磅糖 等于吸两个四代人选 在他看来 糖这种看似清白结晶的甜食 内力却充满了身重的罪恶 每一粒糖里 都进满了新印度群岛上 黑人奴隶的血汗 这些反唐人士的影响力 不可忽视 随之 先前反对奴隶制的社会恶长 西印度群岛的糖销量 一年下降了三分之一 1804年 支持废奴的英国首相皮特 再次组合成功 1838年 英国正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度 77万名奴隶获得了自由 但其实 自由的资源并不如蜜糖般甜美 英国政府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后 巴西商人和美国商人 又成了维系跨大西洋贩卖奴隶的操盘手 试图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取代英国 对于这个现象 英国历史学家 肯尼斯·马克斯威尔曾解释到 那些最强烈支持自由放任政策的人 同时也是最热衷于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人 这意味着 英国宣布犯奴非法 只是为美国的奴隶贩子 减少了金融对手而已 更何况 从英国首相解放后 也只有奴隶主得到所有的补偿 奴隶们出了自由 什么都没有分到 后来 奴隶主则用大部分资金 建设各种技术设施 如铁路和工厂等 再次建立了经济垄断 而奴隶们的生活 虽然从奴隶制中解脱了出来 但很快被饥饿和贫穷所替代 他们在与种植人经济的生产资料分离后 又与新的生产资料结合到了一起 接受奴役的方式 由皮鞭的抽胆 变成市场的运作 而英国在无法获取黑奴劳动力时 西方殖民者又把最好的黑手 伸向了中国和亚洲 比如1846年 厦门开设德际洋行 表面上是做米商的生意 实际是以买卖劳工赚钱 和他们签订契约的华工 胸前被打人烙印 以SPC三字 分别贩卖到夏威夷 毕鲁和古巴的甘蔗原和制糖厂 一名黑农的价格为1000元 而一名契约华工才400元 不然一去 他们就去抢人 除了农民 他们还会抢学生 华工在契约期间的死亡率高达75% 平均劳动寿命只有5年 最害人听闻的还是古巴炼糖厂 据说为了让糖更白 会加进动物的骨头 当动物骨头不够时 就把人骨摆进去 虽然奴隶制中午夜宵云散之日 但赵糖的地理贸易结构 却保留了夏娃 马克思有句名言 你们或许以为 咖啡和糖是新印度群岛的自然作物 然而200年前的新印度群岛 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建立 实际上连一棵咖啡树 一株肝脏也没有长出来过 而如今 中国南部 印度 加勒比诸国和巴西 仍然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糖 于此乎时 许多英国人 甚至连肝脏都没见过 2019到2020年期间 巴西作为世界上最大糖生产国 生产约2935万公吨糖 占全球糖产量比重的16.9% 印度位居第二 产长2890万公吨 圣经救援里 曾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古伊斯列人在埃及 受到法老王的奴役时 耶和华选招了摩西 带领他们走出埃及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空口中领出来 要将江南之地赐给你的后裔 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 所领出来的百姓 从这里往那地去 领你到那流奶与蜜之地 在后世语言中 流奶与蜜之地 被赋予了风饶之地 或希望之乡的语义 这堂林就曾是人类现代文明的 流奶与蜜之地 这堂革命是国业革命的起点 也是人类历史 迈入现代工业文明的推手 这堂革命的本质 是一次人类能量的跨周期运输 借助这种高效热量极大的食品 人类第一次 等于大规模的从农业劳作中 被解放出来 在这一基础上 人类发展工业才最终成为可能 有历史学者 曾经将当时各国的这堂价格 进行为统计 结果发现 这堂越廉价的地方 完成国业革命的时间跃走 这一结论也从侧面证实了 英国为什么能在国业革命中 拔得头头 可是甜蜜的出现 曾经也往往伴随着死亡 奴役与战争 如今奴隶制已经成为历史 糖的生产也早已全部自动化 但糖带给人类的苦难 却似乎并未减数 曾经零星 鉴于史瘦的糖尿病 19世纪后 成为了现代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喝啥都要加点糖的英国人 和试探尖饮料如命的美国人 在20世纪70年代 迎来了心血管疾病 阿兹海默症的高度过发 与其说 这是这糖带给人类的恶果 不如说 这是人类国业革命的恶果 请不吝点赞订阅